管理說的話多強 管理說 對啊 就是說所有的那個寺院 大概 一定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你到底在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們這裡是台灣第五種廟 它由來是我們五里 姓梁的 仁師傅他本身當自己家裡面公布 拜了好久以後到清朝時代就有 後來有一天那個 姓梁他降職下來說 要在這邊地方找這個地方見廟 我們這邊見廟是民國36年開始開堂 開始替人家處理一些宜蘭雜事 是民國37年正式開堂 所以到現在有六十多年了 那跟那個施政榮的媽媽有什麼關係 因為啊 其實那個施政榮的媽媽她的娘家就是在埔里 因為她施政榮總裁她是陸港人 因為她老人常常來鼓勵 而且弟母幫她在事業上很大的 因為她媽媽這裡全成的信徒 常常來拜為了她的事業 結果結果讓她事業越做越好越好越好 她是她媽媽娘家在這裡 她媽媽也曾經當過我們廟裡面的董事 那這裡怎麼會變成總壇呢 因為啊 這個屬於 一點我們廟方不很深啊 好像一個人一樣 在評鑑一樣有神情 包括骨坑的 骨坑也有一個地步一樣 所以有的有興趣去那個去神情 到內政部去神情 那是內政部派人來看 看了以後 評鑑以後她任何種 這邊是總的 內政部決定的 內政部 然後加上因為我們是從清朝那時候就有了 清朝那是個人的嘛 我們葡里地母要從清朝那時候就有了 那個人在拜的 信糧的後來捐出來 捐出來是說把地捐出來還是把廟 把裡面的神針什麼都捐出來 他們到廟裡面來拜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只有地母還是 就是還是有整個 沒有 剛開始是地母 地母 然後就要 就反正這個地方 老許地母那個後來 後來到美國七十幾年 那時候才 來後面那個太陽 太陽 太陽 那個神龍 那個 那美國七十幾年在完成 最早的時候我 我從小 因為我從還沒有上小學的時候 我都到這邊跟阿嬤來拜拜 那時候前面是田 那個房子以前舊的 好像列士山爐那種 土甲村 就是沒有那種快樂 就是用那種 所以我還要把這間廟 這間廟 這間廟 所以以前你們覺得拜地母是拜什麼 蛤 就像我們前程一般 就跟一般宗教一樣的信仰 就是我們也是 只有這個神 只有這個神而已 你們還是覺得說 那個時候除了庇母之外 還有就像現在後面還有個什麼什麼神 本來就知道有 廟裡面本來就知道有阿嬤精 會有先生 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大人來的廟 是跳到不停氣 就對了 這就跳到不停氣 過 以前是在那裡 以前 就是那種 台灣 蛤蟹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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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以上的 上百 所以也還不算太多 包括石聖龍 他在龍台那邊 他也一間 嗯 石聖龍 嗯 他的影子那種 就從我們這邊 走進去 對 對 對 所以比較起來 說起來像 比如說那個 媽祖就很多 媽祖比較多 那多多多多 因為媽祖他有分為 大媽 二媽 三媽 嗯 其實我們婦裡 那個媽祖 沒有那個是大媽 嗯 因為他用 他用那個嘛 媽祖 那個 他用那個 他用那個 嗯 我們這邊是那個 玄的 嗯 嗯 天上聖龍 四個字就要去編嘛 我們婦裡那個 那個 那個媽祖是天的 後面一個天字 就是大媽 嗯 所以你們到底是 哪一些 哪一些人會去拜 地名 哪一些人會去拜 比如說媽祖 哪一些人會去拜 那個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媽祖是 不一樣 嗯 靠海的比較 因為他們經常祈求媽祖 把他們 平平安的回航 嗯 應該是 靠海線的比較多 嗯 嗯 我們這尊也是 從大陸來的時候 也是長轉 從那個媽祖 可以進來 嗯 這是婦裡的那個 媽祖 所以地母的話 是比較 務農的 沒有地母是 所謂地母是 簡單的講 嗯 它是一種 因為我們一般神聖有兩種 一種是無形 一種有形 有形的像媽祖 那是有人 有我們一般的人 然後在